字幕字幕 李宗盛 按下去了嗎 按下去了 江大姐妳待會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妳練Capella多久這樣子 自我介紹我是公民記者好奇的江一平 我練了Capella練了兩年了 那你覺得Capella好玩嗎 超好玩的 非常非常的好玩 因為它有互動 它有互動 所以你不是說你只要把工作做出來就好 你還要跟別人有眼睛的接觸 還有你猜想它今天要往左往右 它要往前往後 所以是一個能力智力的一個訓練 那你練之前你知道Capella是個武術嗎 你怎麼敢輕而易舉的去嘗試這個武術 它在那個我們在南港社大 它有一個體驗的課程 那一次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正好在那邊就參加這個 這個體驗的課程正好呢 我覺得可能是危害 可是他說他不記得了 那我們大概十幾個人在那體驗 結果他跟我說 嗯 這這這位 這位 我不知道他說我是小姐還是大姐 好像是說大姐不錯不錯好 給我了一點點的信心 我就想說我如果有機會的話我要參加 但是一直都沒機會 一直到兩年前 那我就覺得說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來學 因為越晚的話年紀越大了 更不可能了 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想問什麼 那你在這兩年的過程裡面 你有覺得哪個部分最辛苦 哪個部分最好玩呢 嗯 我覺得 其實也 辛苦的地方就是我覺得跟不上人家 像 像 像那個 我現在會前滾翻的 但是我後滾翻 一直都有那個心理障礙 對 那 當我沒有辦法跟上人家 那我不想強 強迫我自己去做 因為我擔心會受傷 我大概兩三個禮拜以前 我就是那天太冷了 我去押筋的時候 我在想我應該可以的 因為我平常可以做到那麼低 那天就會押一下 啪啪 一聲我就聽到我的筋斷了 哈哈 所以我就覺得 嗯 我之前可以做到的那個深度 跟那個拉的 那個緊度 並不表示 我過了兩三個禮拜 我還是可以做到 好像那個筋 並不是一直都是 你可以一直往前吹它的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拿捏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跟我的夥伴很有默契的在那跳走 欸 感覺上 自己好像又年輕了 哈哈 我 因為我就看到 我們的同學嘛 都是很年輕的 young man young girl 哦 我就忘記我自己已經是 最把年輕了 那時候覺得很開心 那你在這兩年訓練的過程裡面 因為你張大姐 你常常會分享 你 Gabuela在網路上嘛 所以很多你的朋友會看到你在玩Gabuela 有沒有人去 你說 欸 江大姐你玩這個會不會太危險了 嗯 倒沒有欸 沒有人 倒是我 我介紹我 我跟我的朋友說 我做這個 請他們去 誒 我說這超好玩的啊 請你們 我 我鼓勵他們來 結果沒想到他們去報名的時候 那個工作人員說 不要不要不要 這是不適合你 不適合你 就把我的朋友打隊堂 我說 奶 我的朋友還比我年輕欸 哈哈 有的還比我 年輕死水了 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呢 還好 還好 我有一點點強勢 所以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說 唉 你不要來參加這個 江大姐 你覺得要怎麼保持一個人的 年輕跟火力跟開朗 我覺得這很簡單 就是你要想到說 這個時間是非常可貴的 時間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你如果說能保持一個年輕的心 一個活潑的心 一個快樂的心 那你 然後你去從從事一些 呃 你認為 像這個活動啊 其實 嗯 我覺得慢慢來 我們老師也不 像在入門班 像我的話就一直都在入門班 我已經 在入門班兩年了 可是我也覺得無所謂 因為 你知道嗎 那個動作是越做越好的 我記得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曾經有人要來錄我 就錄完了他就沒有用 那可是 經過兩年以後 我覺得我動作很多 我都還 我覺得我自己還能趕得上 這樣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我不覺得 我如果 我一直留在入門班 會有什麼損失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運動 我並沒有說 很期望自己能像 像你們 做得這麼好 這麼好標準 這不是我的期望 我只是希望我的動作 越來越純熟 對 越來越熟練 知道 所以你在入門班上了兩年 那你有覺得這兩年的課程 很單調無聊嗎 不會耶 我一直覺得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雖然是相同的動作 但是我越做 我覺得越有心得 唉 我覺得 我一點都不覺得無聊 反而是 有新的 新同學來的時候 老師就會 從最基本的交情 那時候我又再看清楚一點 那我自己覺得我的動作 越來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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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還有什麼想講的吧 嗯 我只是希望說 呃 一直都在這個團體 呃 一直在團體磨練下去 那 當然我也是希望自己能晉級了 但是 我覺得那個只是一個 呃 呃 一個 呃 一個目標 但是 我覺得我現在 一直在入門班 我覺得OK 但是 我當然希望自己能 越來越好 那我自己看到兩年了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有進步 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